大家好,又是我小光 今集就不會逛街街了 反而帶大家一起接觸小動物 無論是大人還是小朋友都會進去 今集會介紹福光市區 不同的小動物咖啡 當中會有什麼小動物 收費和環境又如何 想知道的話就要留意今集 我們廢話小光出發了 作為小女主角 那我們事不宜遲進正題 首先來到第一Г间 就是位於福江天神區的貓頭鷹咖啡 地點都不能找 大家可以參考資訊欄的地址和地圖 我們要去的就是這裏 三樓B室 價錢方面大人1800日每小時 就包了飲料 出了升降機後就轉了 就到了 提提大家 貓頭鷹對氣味比較敏感 所以就不要噴香水 小剛看到這裏的貓頭鷹 好像有一種哈利波特世界的感覺 首先就選了自己的飲品 然後就做清潔 引一引腳鞋底 一坐下就看到旁邊有很多刺蝟在睡覺 不過在這裏其實不可以大聲說話 避免嚇壞他們 大家小聲一點 啊 哭得了 小剛這些鋪刺蝟的東西 留給專業的來 不知道為什麼鋪上手 好像抱著糯米池的感覺 等一下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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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像只會適合睡覺 聽電影上說 是不是 我 看來 很可愛 很好 很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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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是腳裏 說明是貓頭鷹咖啡 要來看看主角 嘩 這隻睡著了 每隻貓頭鷹的性格都不同 所以摸的地方都不一樣 大家要仔細聽職員的指示 沒錯 真是有東西看 今次小光又特別宣佈 沒有多久之後 小光將會有一個直播節目 大家記得留意收看 這隻貓頭已經可愛就可愛了 但為甚麼樣子這麼像不難達 麻煩你節省一點 不要看這隻貓頭已經小小粒粒了 其實已經百歲人仔了 每個客人都有一次可以把牠拿上手的機會 不知為何讓牠站在身上的感覺 一點都不怕 反而是一種霸氣的感覺 牠在你的後面 牠的腳好像快刺到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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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刺激一下牠 牠的貓頭鷹家非常威武地看著我們 職員會很詳細地介紹 每隻貓頭鷹的品種 雜性和妻色的地方等等 不過最重要最重要的 都是要留意摸牠們的方法 因為每隻都不同 摸錯了就很容易受傷 全部偷偷 牠是喜歡的 牠會? 哇 多元 好像大家摸到 牠牠的眼睛 看你看牠的眼睛 牠的眼睛是瘦的 看牠是胖的 大家看看 這隻貓頭鷹的嘴巴抹抹 好像想唱歌似的 在這裏都有些紀念品可以買 除了貓頭鷹的迷信片 還有他們身上的羽毛 可以當紀念品買走 用來做書籤也不錯 我們現在去下一站 就是這間 迷你珠咖啡店 位於中央區大明 這一帶除了多餐廳之外 還非常適合年輕人逛街的地方 遲些小光再出片介紹給大家 來到門口之後 除了鞋才可以進去 這間小豬cafe 範圍不大 不過可以跟這些小豬 親近一點 環境都乾淨衛生 一點異味都沒有 大家可以把一些隨身的物品 放入這個Locker 裡面 只要拿起這個木裝 就會自動Lock 之後就選自己的飲品 選完飲品 只要拿著你的杯 走回自己的座位 坐下就可以慢慢跟小豬仔玩 在他們沽網上 其實已經寫了價錢 入場費是600日圓 加上頭30分鐘是1,700日圓 不過這裡一定要事前預訂位 大家上沽網預訂位 未接觸過小豬仔的朋友 也不用擔心 一開始 職員會先幫你蓋上毛尖 然後小豬仔就會自動走過來 現在了 你這樣摸摸聲 又可以打 你在這裡 你真的很喜歡吃那裡 我真的不能吃 我知道你要吃菇 不要 你這麼大 很奇怪 保護自己 免受傷害 起來 起來 起來起來 起來起來起來 起來起來起來 不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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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不知不知 我只是這樣來 我去破壞 這條小豬仔比想像中更加八厭 有時候到處去處理職員 要幫忙捉起他們才行 你睡覺吧 你是否按她的頭 你能不能按到她的頭 啊 是不是按到她的頭 你是否按了她的頭 你能按到她的頭 不是按到你那頭 加到你的頭 你可以按到你 這麼高 有時候會按到她的頭 這隻很重 你看我這隻 我這隻很重 這裡的小豬有趣就有趣 不過很多都在睡著眼覺 不可以跟牠們玩游就有點可惜了 接著我們就來到第三集 一樣都是位於大明區的貓貓cafe 這間cafe人氣都比較高 店舖裡面的範圍其實都一眼看光了 有沙發位 旁邊也有些巴桌位 店舖裡面也有漫畫書開設來看 不過專程來到沒理由看漫畫 這間店舖的空間比較小 不過cafe職員會盡量控制店舖裡面的人數 分配好客人和媽媽玩的時間形 另外在他們的官網都可以看到所有媽媽的名字 還有這些特徵 也有價目標可以參考 最低消費是220日圓10分鐘 加上飲品是385日圓 你們看看 這裡連洗手也是媽媽的欲求 而飲品也是自在形式 可以自由添飲 有些貓就很精神 有些人都睏著眼睛不想理人 你看這隻貓 睡得多舒服 不過小江比較好奇 這張貓貓的床在哪裏買的呢 用吸管吸著玻璃就這麼穩固 不會掉下來的 見你這麼乖免費 替你抹擦一會 你看他的樣子 多享受 這隻好像有點肥 打個喊怒 都像個寂寞一樣 你看看他 不管你去用貓貓棒 和他玩 都是一點反應都沒有 搞到我都有點挫敗 看完地面 我們來看看高空 在上層這些架上 其實也有些貓貓在睡覺 或者看風景 喂 給我一個五窩來 來吧 給我面子吧 既然不肯給我一個給我 我就玩了他的尾巴 他們真的很可愛 你看看他有沒有看 嗯 這隻好像很喜歡我的外套一樣 還是喜歡我的味道呢 呀呀,別擔心 這是新外套來的 你放上我的外套 黏得不夠多毛 大家看看這隻貓貓 如果不是這麼近拍到他 他的毛好像有保護色 和梳化融為一體 最後來個小小的總結 這三間小動物cafe 其實都很乾淨 一點異味都沒有 看得出職員對小動物 都照顧得不錯 而小光建議選平日來的人 因為比較少 而逗留的時間 可以不用太長 一個小時就已經夠了 如果真的覺得不夠好 才再加鐘 有興趣的大家就快點來了 不知大家最喜歡哪一間 cafe的小動物呢 歡迎留言告訴我 今集時間又到了 喜歡這條片 歡迎Like Share 和Subscribe 記得按旁邊的鈴鈴 Follow我在IG和Facebook 你就可以成為下條片 最新收看的觀眾 我們身在福哥不知福的小光 我們下次見 拜拜 這條片 天角 我們下次見 先告一 感谢观看